要捉到周期 楼市的周期很长 要记得楼市的周期很长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你要很有耐性去担 如果你把楼当作一个投资 住住就不用说了 住住你随时都会买 住住我永远都是这样说 你随时都会买 你供得起就快点去买 买工啊工啊工十年八年 那层楼就是你的 住住和投资是两回事 如果是投资 你一定要捕捉这个周期 楼的周期很长 现在这个周期 由03年开始 直到现在都没见顶 你想想 03年到现在是十二年了 中间曾经有调整 好像刚才说的 2013年有调整 2008年有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都是很短暂 同时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真真正正 我们说的大周期 就是03年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就是对上一个周期 多少年呢 十四年 对上一个周期就是1983年 在北京跌下来的那时 他就是最低位了 那时不止是楼 港子都质值 一块美元换五万港元 变成一块美元换十万港元 然后联系会拿着冠军事出来了 83年 83年也是最低了 信心完全没有了 大家都说明天香港要回归 83年升到97年 14年很长的 中间都有一些调整 什么调整呢 就是刚才我捉到那个90年的调整 在之前另外一个周期都是很长的 那个就是1967年暴动 然后就一直升到1981年 1981年Rondon Reagan上台之后 将利息加到20厘的时候 然后就跌下来 1981年Rondon Reagan上台之后 1967年是多少 就是14年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有很好的耐性去等 如果真的要投资 当你一生人可能只能等两三次 因为一个周期这么长 一个周期这么长 你只能等两三次 你坐过一次 你就要等了 等了很多年 不 不用太多 这个周期已经是12年了 所以不用等了 好 再两年了 人生有多少是14年呢 不一定是14年的 大家 当你请问 不一定是14年了 过去两次14年 这么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